台北市有线电视公用频道推广活动因疫情关系改采线上记者会进行宣传 今年总共推出四项系列活动 包含公民影像制作工作坊 台北市学生影展 影像甄选 以及预定11月间举行的公用频道成果展 所以我们的主轴就是台北城市 我们的市 那循着这个主轴 就会鼓励大家就身边的所见所闻 包含致敬也好 包含感怀也好 甚至批评也好 都非常欢迎 那么循着这个主轴底下呢 我们历年在暑假都会办理 市民影像工作坊 一个免费的课程 提供给市民朋友来学习 怎么样制作影像 不过今年是用线上的方式 另外我们也会继续进行市民的征建 那另外还有学生的影展也会继续办理 不过学生影展在今年 我们也决定要扩大 从大专生之外呢 也希望高中生 国中生 甚至小学生 都可以来运用手机 或者是您身边的设备 来拍摄影像 来给我们来进行播放 今年影像征选 更邀请民众透过镜头 分享看到或体验到的防疫生活 首奖高达五万元 增见时间从六月十九号 到十月十五号截止 欢迎民众踊跃投稿影片 我们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五月尤其就是三级警戒 现在为止许多公家机关 企业都已经采用居家办公分流上班的方式 许多商圈 人潮也变得比较冷清 因此我们在今年的影像征集部分 增加了一个镜头下的防疫生活为主题 希望民众能够借由日常生活中 所看到的一些防疫的一些措施 传达出正确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跟技巧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让民众看到我们台湾防疫成功的 许多比较精细的一个地方 台北市有线电视公共频道协会 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推广活动 让更多民众的作品被看见 并且落实媒体禁用权 相关活动讯息 欢迎民众上台北市公用频道 脸书粉丝团或上官网查询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